我们解放军这种演习 您觉得现在是在做一个什么样的准备 这个演习的内容有什么样的一些相应的针对性 这次演习主要还是射击演练 那么现在根据公布来说的话 肯定是在我们暗防兵力的射程之内 比方说暗防导弹的射程之内 进行一系列对海目标攻击 同时我相信还会有海军的随便舰艇或者潜艇 出动对海面目标进行的打击 那么海军航空兵和空军也会组成一体化的 这样一个空中作战梯队 对海面目标进行突击 这应该说是我们最近一段时间 咱们海空军不断演练的一个作战模式 就是要对海上来亲的这些目标进行打击 这次非常清楚 在之前的话在海南岛西边西南边 也进行过这种打击 就是利用岸上的包括防御的一些导弹系统 对海上目标进行 同时出动海军舰艇和空中的打击力量 对海面目标进行打击 那么为什么还要搞这么多呢 我觉得这倒是我们现在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因为大国军队它肯定要有打胜仗 能打仗这样一个基本的要求 但是大国军队还必须要有另外一种功能 就是威慑作用 我们讲不战而欺人之兵的上策 你不用到最后了使用武力了 我觉得使用武力是最后的一种手段 所以大国军队一定要有自己的这种威慑能力 往那一战的话 那么任何国家都不敢轻易的 对我们想战想事 不敢对我们动手 这是我们发展我们现代军队的这个 必须要考虑这个问题 必须要有威慑能力